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246页的例题1这边 那一样这边,如图所示呢,F1F2为圆心的两组同心圆 那分别半径是1到6,那这两个定点F1F2的距离是6 那有一个双曲线是以这两个定点为焦点的时候呢 它双曲线干嘛,上的点到这两个定点的距离差是2 所以我们要去找两段距离相差是2,利用同心圆焦点找出干嘛的点 并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所以这时候呢,因为它两个距离同心圆半径是6,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发现最大的距离是6 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找说相差12的一个半径分别是多少 最大的半径是6,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满足 6-4会等于2,或者是5-3也会等于多少 2,或者是4-2也会等于多少 2,那就不会有3-1了,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譬如说你距离某一个定点是3 另外一个定点是1的这种点它就不存在了 你想想看,我距离F2是3 那这个点它距离F1也是3 因为它两个的距离是6 所以我们会去找到说,我如果距离F2 1,2,3,4,5,6 那么距离,然后对下来 它只要距离F1是4的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6-4就会满足2 这个定值 或者是退下来,找到5的时候 1,2,3,4,5 5去减掉3 也可以找到这种点 然后最后到4的时候 4 对到这边 4-2的时候 所以我们用这个模式,我们大概可以去把这些满足的点统统找出来 那把这几个点去做一个连接之后呢 就会形成我们一个双曲线的一个大概的图形 好,大概的图形 好,下面学校练习也是一样 下面学校练习也是一样 如果用相同的两组同心圆 它半径分别都是6嘛,对不对 然后刚好都通过彼此的圆心 我们现在找的距离差值多少是3的时候 那一样去找到满足 PF1 减PF2 会等于3就对了 好,那么这时候我们检查一下 你现在的距离差值要是3嘛 那我有没有可能多少 有没有可能6 去减3 那6减3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在半径是6的这边 那么要去找到半径6上面距离 距离到F1这边刚好就是 一样的都是半径是6 所以我去做6减3 也可以做多少 5减2 那4减1就不行了 因为我如果在距离半径是4的时候 那么它到对面的这个 4的时候距离对面应该是2 那这样距离就不够了 所以依照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找出来 123 6 大概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是25 然后上下对称到这边跟这边 然后呢左右对称在这边123的时候 然后推到6这个点在这边 然后52这个点在这边 然后对称下来 好一样类似的方式 这几个点都满足6减3和5减2 就没有4减1这种半径 好然后呢我们大概一样把它 找个影光笔 影光笔把这些点连起来 好把这些点大概连起来 就会构成一个双曲线的图形 好双曲线的图形 这样子了解了吗